在日本統一之後1592年 封城秀吉砸鍋賣鐵侵全國之力 動用了當時日本戰國最精銳的部隊 前後二十幾萬人渡海侵略朝鮮 他的目標是打下朝鮮之後再打到明朝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日軍 朝鮮方面節節敗退 一座又一座的城池相繼淪陷 當時的朝鮮王李延 他急忙去向宗主國大名求救 面對日軍入侵 朝鮮快速失陷 明朝的內部一度爭議不止 因為事情發展的太突然了 甚至他們還懷疑 會不會是朝鮮與日本合謀起來 要右肩明軍 在確定實行之後 萬里皇帝就決定出兵援助朝鮮 此後中朝聯軍和日軍雙方數次開戰 各有勝負 這時候朝鮮的偉大將領李順成 也開始了他的傳奇表演 李順成出身名盟望族 但是他家在後來受到政治鬥爭的影響 加到中落 他小的時候就對習武特別的感興趣 1591年 他在他好友柳成龍的推薦之下 成為了全聊到水軍的一個將領 李順成上任之後積極備戰 打造了當時最強大的海戰神器 龜船 龜船能守能攻 滿身覆蓋了鐵甲 鐵甲上還有鐵鉤和鐵刺 敵人如果跳上船 直接就能捅你幾個窟了 全船中有多門火炮 在船頭還有一個龍頭可以開炮可以噴火可以放煙霧等等 總之敵人如果遇上龜船很難搞就對了 李順成指揮自己的龜船編隊向日本的水師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攻擊 在龜船的面前 日軍的炮、箭都失去了作用 龜船的炮火卻給日軍的艦隊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在李順成的帶領之下 朝鮮海戰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 1593年的時候 面對聯軍的抵抗 加上海戰失利 日軍的補給無法及時送到 封城秀吉就覺得這個仗打的很吃力呀 於是日方就向明朝求和 三方戰時停戰 在這段休戰期間朝鮮抗敵最大的功臣李順成 還遭到誣陷被捕下獄 後來他還被降職成為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1597年的2月 封城秀吉不甘心 他又發動了第二次的對朝戰爭 這一次日軍來勢更加洶洶 準備也更加充足 隨即大明也調動了軍隊二次援朝 朝鮮水師在被日軍打的東倒西歪的時候 終於又想起了李順成 他官復原職 重新建立了朝鮮水師 不負眾望再一次挑起了對抗日軍的重任 1598年的11月 中朝聯軍與日軍展開這場戰爭中最後一次海戰 陸兩海戰 這場堪稱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海戰 雙方都投入了數萬的水師 上千艘的戰船 最終擊成了日軍戰船數百艘 以中朝聯軍的勝利而結束 但是 聯軍也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 朝鮮水師總指揮李順成 和明朝的老將鄧子龍都不幸陣亡 同年 封城秀吉病逝 日軍開始全線撤退 終於 這場持續7年的戰爭 以日方的失敗落下了帷幕 但是給參加戰爭的三個國家都帶來了深重的影響 封城秀吉死後 德川家康趁機崛起 建立德川幕府掌握日本政權200多年 明朝在朝鮮半島投入了重兵 耗費錢糧無數 最終引起了國家經濟的崩潰 而主擅長的朝鮮更是慘烈 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 大批人民流離失所 百頁蕭條 之後沒有過多久 隔壁的女征又出了一條好汉 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蕭友善戰 他吞兵了女征的各部 建立了八旗精兵 一步一步在東北崛起 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京 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經風雨飄搖 自己的內訌不斷 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之前朝鮮一直都是明朝的藩屬國 直到1636年 努爾哈赤的繼承人皇太極率兵清真朝鮮 攻占了朝鮮的京都漢城 剛開始的時候 朝鮮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只認明朝死都不從皇太極 畢竟明朝是幫忙打過日本的救命大哥 朝鮮社會上下對明朝都有很深的感情 而皇太極也是壹個狠人 不從事吧 那很簡單啊 那是打到妳從為子咯 當時的王李宗在國家的存亡之際 實在沒有辦法 過於無奈 最終接受清軍的條件投降 停用了明朝的年號 斷絕與明朝的壹切往來 朝鮮成為了清朝的附屬國 好了 今天的視頻先說到這兒 下次接著說朝鮮 下次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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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